總獎金20萬美元的2015台北羽球公開賽 7月14號即將在台北小軍的開打 今年吸引27國436位選手報名 雙雙創下新高 目前世界排名前十的男單女蛋 將各有8名好手來台 台灣的一哥一姐周天成戴滋穎 男雙的蔡佳新李盛目都是奪冠希望 大家都希望可以多強一點奧運積分 之前都連四個禮拜都在比賽 然後因為上一個禮拜剛好 全國團體賽剛打完 其實狀況也不是很好 然後藉由剛好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休息 然後又加上訓練的話 應該多練一點狀況應該會回來 就會慢慢回來這樣子 主人老大哥蔡佳新 今年全中運男單金牌呂佳鴻 以及女單銀牌的宋碩雲 將從會外出發爭取外卡資格 我希望藉由這一次台北羽球公開賽 可以當作一次磨練 然後2017世大運的時候可以有好的發揮 年輕小將有信心 過去兩度在台北羽球公開賽 女單豐厚的鄭嫂姐也分享經驗 期待學弟妹們能夠有好的表現 我會想要跟後輩的就是學弟妹會說 就是不陶醉在成功也不沉溺在失敗 今年的台北羽球公開賽 年輕選手發揮也被視為是2017台北 世大運的重要指標 希望透過高強度的實戰磨練 可以讓小球員心態以及技術層面都更加成長 我們來聽說張成香 黃華雯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